2021年11月18日,阿斯塔,人类的新时间线,传导Vani Rodriguez,译者,扬声传导 亲爱的地球兄弟姐妹们,我是阿斯塔谢兰 我今天非常高兴地来到这里通知你们 你们的星球处于一个新的时间线上 我会说这是一条优越的时间线 这是一条事件会加速但按比例反转的时间线 将散发的能量与整个过程相反 进一步解释,整个星球对大觉醒的反应将不再像以前那样强烈 当你们从一个时间线跳到另一个时间线时 一切都在加速,一切都在加剧 所以这里值得解释一下什么是时间线 过去当然是非常有形的东西 因为你们已经生活在其中 你们有回忆 你们有故事要讲 所以你们活在过去 对我们来说,这个概念不存在 我们没有时钟,没有时间表 我们总是活在此时此地,活在当下 我们通常不记得过去的事情 所以我们会说没有过去 如果我们专注于现在,就没有过去 对我们来说,现在是过去的结果 是我们在旅途中已经建立的一切的结果 但是没有什么可以记住的 过去的就是过去 它不是现在的一部分 我所经历的一切悲伤或快乐 都已添加到我的灵魂中 在这个当下,我确切地知道我经历过的每一点 就好像我看着一个大面板 知道我灵魂的每一个伟大运动 但是没有记忆 没有理由纠缠于过去的时刻 我们关心的是创造当下 我生活的这一刻必须给我带来平衡和快乐 这就是我们都在寻求的 当我们在更高的维度 第五维度 我们不担心明天 因为不存在明天 明天将是全新的此时此地 活在那个时刻 所以处于此时此地 我建立了我的灵魂之旅 仅此而已 不必担心会发生什么 因为我们对父神 母神的信任是如此强烈 对我们来说是如此内在 以至于我们不会一直等待以后会发生什么 在宇宙中 在这个概念中 存在时间线 为了让大家稍微了解一下 我想说他们是从此时此地建造的道路 所以你们在这一刻所做的一切 都会因为你们现在所做的 而在未来的道路上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你们称之为的未来 我们称之为时间线 所以每一个决定 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行动 每一个想法 都会产生一个时间线 这就是为什么说未来不存在的原因 未来是在此时此地创造的 所以你们在这一刻所做的一切都会在未来对你们 对我们在一个新的时间线中产生影响 这些时间线可以更改吗 是的 这取决于你们的振动 所以 如果你们今天的振动很低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 没关系 你们正在创建一个与你们的振动相对应的时间线 可能导致你们降低振动的教训会越来越强烈 让自己摆脱它 这样 你们正在创建一个与你们现在所发出的内容相对应的时间线 在接下来的此时此地 在下一刻 你们意识到 你们结束了那个课程 你们开始以不同的方式振动 你们改变时间线 不再是那些有功课要学的人 因为你们已经学会了 所以它被复制了 不 没有任何东西会被抹去 它会用从你们的行为和思想中产生的一切重新创造 但在不同的振动中 因为你们又学到了一课 所以你们不能停留在一个低振动的时间线上 你们必须改变时间线 所以它继续随着你们的进化 随着你们提高你们的振动 你们会自动改变时间线 每条时间线都加快一点点 加快你们的旅程 因为光越多 能量越多 你们离第五维度越近 所以一切都加快了 因为振动变得更高了 所以在这一点上 我们说你们的星球已经改变了时间线 因为你们振动了另一个世界 你们提升了地球的振动 所以它改变时间线到一条更加速的线 一条更和平的线 因为如果有更多的光 就会有更多的平衡 就会有更多的和平 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待生活的方式 正如你们所说的 我们不存在未来 我们可以穿越时间线并进行许多测试 许多转换 记住这一点并没有什么坏处 你们在一条加速的时间线上 如果你们的振动下降 你们会自动回到与那个振动相对应的时间线 所以就好像你们积累了许多时间线 你们一直在它们之间跳动 这取决于你们的振动 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 自动改变 正如你们所说的未来 所以今天 你们的星球频率上升并进入一个新的时间线 如果行星的频率下降 它会回到原来的频率 对应预发出的振动 一切都会变慢 我希望你们能理解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一切都取决于你们的振动 意识到这一点 如果你们散发出高频率能量 如果你们散发出光 如果你们散发出高振动 你们就会将地球移动到一个新的更快的时间线 如果你们降低你们的振动 如果你们回到之前振动的振动 你们就会降低时间线 你们会回到较慢的时间线 所以这就是那些不想看到任何事情发生的人的大目标 一直降低你们的振动 让你们回到非常缓慢的时间线 整个过程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发生 有了这个 他们认为他们正在获得一些策略 许多人可能会问我 地球不是对我们的能量拥有主权吗 我会说不 因为你们有自由意志 你们正在决定你们星球上正在发生的事情 因此到目前为止 感亚的扬升完全取决于你们的行动 取决于你们的振动 所以我会这样说 在每个时间线中都有一个最终日期 所有的都会有 所以有些时间线 那个日期对你们来说仍然太远了 因为你们的速度倒退了 所以它越来越远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不存在时间的原因 你们将日期向前推 但对我们而言 这个日期不会改变 它是独一无二的 你们只会让事件慢下来 但总会有一个点 在那里一切都会发生 现在如果你们加快这个过程 那个日期就会越来越近 因为你们正在加快速度 它就像两条赛道 它们的维度 日期 最终完成度都相同 但在上面跑得不一样 一个人可能比另一个人更快到达 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 你们的线性时间不是我们看到的时间 所以我们确切的知道 每个时间线上的日期必须发生的地方 它没有被锁定在你们世界的某个日期 它被锁定在时间线的此时此地的日期中 不是你们的日历日期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说 不要执着于日期 我们不能给你们日期 因为走在哪一条时间线上 取决于你们的振动 如果你们走得慢 日历上的日期就会变得更远 如果你们走得更快 日历上的日期就会走得更快 到达也更快 但在我们的愿景中 它是同一个日期 我们没有你们在地球上的线性时间 所以我希望你们理解时间线的概念 总是要想到有终点的轨道 如果你们加快速度 你们就能更快地到达那里 如果你们放慢速度 你们就很难到达那里 就这样 但对我们来说 终点只有一个 无论你们的速度如何 随着你们加速这个过程 转向更快的时间线 一切都在加速 保持这种振动 保持这种信任 对即将到来的事物的爱取决于你们 时间线越高 一切都会越顺利 因为光会越多 所以理解为什么我们总是说 一切都取决于你们的振动 你们不断地改变这个星球的时间线 根据整个星球的振动 我可以向你们保证 这场大流行已经让你们回到了许多时间线 但这都是一次很棒的学习经历 请放心 我们利用整个过程对地球进行了许多 我们稍后会做出的改变 现在它们已经准备好了 所以有延迟吗 是的 有的 但没有它们预期的那么多 因为我们花了所有时间为你们每个人工作 并为地球本身工作 所以 它们所计划的一切都没有实现 相反 你们却越走越远 昨天所有的尝试都被消灭了 一事无成 可能是其中一个进入了它们的振动 但这对地球没有影响 我们很细心 你们也是 所以继续走这条路 我希望你们已经明白 这取决于你们自己来实现这个伟大的日子 所以保持你们的高度振动 保持你们的高频振动 没有恐惧 没有任何恐惧 相信即将发生的事情 因为可以肯定的是 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会听到你们每个人这样说 我们经历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因为今天 我们是一个平衡和进化的种族 光已经赢了 Pfewen 不过来的 请不吝点赞 充满 我们要看 要看 打赞 充满 所以 unclea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